師傅知青 其實本身每一個人都是用身體理解這個世界 透過我們的藝術開了一個場口 去讓其他人感受到我們所說的那些事情 我們是Ghost & John,我是阿鬼 我是阿John,我們是藝術工作者 我一直回到全職,又有九字落 有時候要講項目,要項目 做到一個位置,覺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人生 是唯獨是下班之後去跳舞 才找回原來我的人生是可以有其他的方向 所以就打算去愛國讀一個Master 去重新轉換環境,有一個破釜沉舟的感覺 我想頭那兩三個月是最辛苦的 早上又起床跳舞跳三個小時 下午又上課堂 晚上還可以看到課程 花了很大的氣力去追上BA讀過的所有東西 一些西方的藝術史是怎樣的 他們為何會這樣想 他們想的方法是怎樣的 或者香港人覺得什麼是漂亮 怎樣才做好這件事 歐洲人認為這件事是怎樣才做好 或者他們的審美觀跟我們都很不同 接受了很多字,他們很喜歡看字 我去做一些作品或者想傳達一些訊息的時候 我用的方法是遷就他們 還是我還在用香港人的方法 然後放進他們那裡 令他們有一套新的體驗可以做到呢 這些都是我們做作品的時候會有很多的位置 看見這件事的時候 身為香港人就會有一個心裡很激動 或者很滾動的一個情緒 過後之後理性回來的時候就會想 究竟我可以為香港做些什麼 倫敦也有很多香港人 都會搞一些遊行 表達現在的家裡發生了這些事情 我好像很想讓倫敦街上的人知道 去這些遊行的時候 亦都有一種覺得是 它不合作 人們不在乎 那時候就會感覺到距離感 在香港抗爭的時候 如果你在街上會感受到什麼 在外國可以做什麼呢 然後就會開始想一下 我們在藝術上可以做到什麼 我們做了一個作品叫《Maniscus》 跟24個藝術家一起做的一個作品 有13個表演者 整個意念就是 我們身為香港人在外國的時候 透過一些螢幕去看回地球另一邊的事 那種Talma 我們13個表演者手上有一個水人 就會被觀眾去掃描這些QR Code 去達到一個 virtual的一些資訊 大部份都是關於香港 或者一些故事 一些新聞 一些照片 外國的朋友來看 他們有很不同的經驗 他知道了這是一個香港人做的作品之後 他即使不認識我本人 但是他是因為知道 有香港藝術家在倫敦做了作品 然後他有興趣去看 因為你知道 全部人都看著香港 他們也都不是在媒體上得到 他們最滿足的答案的時候 他們就會在這些藝術的場口 或者是遇到一個 做expression的行業的人 無論是記者也好 寫字人也好 藝術家也好 他們都會問 他們會想在這些位置得到一些 extra的資訊 或者得到一些 另外的觀點 因為在外國 其實也有很多 來自的國家 都是被人殖民化過的 那變了有一個後殖民的現象 我不敢說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他們自己 對自己的身份認同 是甚麼 或者在心裏爭 究竟我要選哪個身份 或者我要創立一個新的身份 那種情緒是很相似的 就是看其他藝術家 如何處理他們自己 國家的後殖民問題 身份認同 障礙 我們對於這件事的理解 一定不夠他們 身軟 在這方面 是很多 有很多借鑑 看到這個世界 所有角落的事 是共通 以及 事情是重複地發生 當我的工作 是一個藝術界的人的時候 我的能力在哪裏 我做得最好的事是甚麼 我怎樣才是一個 負責任的香港人 我們是高盛莊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是香港人 以致在大陸 你不會給兩者 海唔 趕飛